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中心一間銀行 今天發生槍擊案 一名男子開槍殺害四人 射傷九人 犯人已遭遠警當場擊斃 九名傷者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其中包含兩名警員 警方指出其中一名警員情況危機 據了解槍擊案犯人是事發銀行的前任員工 他持有AR-15類型半自動步槍犯案 警方目前仍在調查犯案動機 大規模槍擊案件在美國頻繁發生 根據非營利組織強制暴力檔案的數據顯示 今年到目前為止 全媒已經發生了146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何語新聞 吳季柔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